我们再次回到主题 是选择PS5还是七八千块钱的PC 下面再说几个 一个是PS5的手柄 这个PS5手柄在玩游戏的时候是有加成的 主要是它这个自适应震动 但是有个前提啊 必须得是PS5游戏 而且那个游戏要对PS5手柄有个优化支持才可以 可能有人就会说了 我用PC买个PS5手柄 那不也可以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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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虽然可以连接使用PS5手柄 但是那款PC游戏要支持PS5手柄的那些震动才可以玩 具体得看游戏 下一个话题 关于帧率稳定 是PS5稳定还是电脑稳定 我会选PS5 游戏对PS5有特殊优化 它可以让帧率更稳定 就算是有些场景可能会掉帧 但是也不会太离谱 绝大部分游戏都是很稳定的 而且画面特效还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画面 PC游戏就不好说了 虽然大部分电脑游戏里面也都有那种测试程序 看一段demo 它那里面有时候帧率测出来的结果也很高 但是它那是平均帧率 我们在玩游戏的过程中 那个最低帧率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 因为当我们正常玩的时候很流畅 但是有的时候会突然间卡一下 或者有些场景会卡顿几秒 这样会让玩家心里很难受 用户体验很差 我玩过很多PC游戏都有这种感觉 当然了也有可能跟响卡或者电脑配置不足有关 但是就算是你买了RTX3080甚至3090 如果开个4K60帧 你能把特效拉满吗 如果把特效都拉满拉到顶格 那还能保持稳定的4K60帧吗 说到图形设置 在PS5里面是没有什么图形设置的 它里面顶多有两个 一个是画面模式4K30帧 还有一个性能模式 是以4K为目标的60帧 一般的PS5游戏都有这两个选项 有的还可能多一个光追模式30帧 基本上没什么可调的东西 你想调也调不了 作为玩家很省心 如果是PC就不一样了 PC里面有很多图形选项 像什么体积物 阴影 品质 可视距离 植物密度 还有环境遮蔽 等等 如果你调的好 上升个几十帧没问题 如果调不好 下降个几十帧也是很常见 所以说用PC玩游戏 特别是3A比较吃性能的游戏 很老神 虽然这个RTX3070 响卡的性能不错 但是它毕竟是一个 2K完美响卡 距离4K它还差点意思 虽然它可以上4K 但是得降低特效 说到特效这块 我估计有一个人性的问题 我买了3080或者是3090Ti 很显然我就是想在玩游戏过程中 把游戏的所有选项都拉满 无脑拉满 如果你真的无脑拉满了 4K60帧也是不能稳定流畅的 我感觉这应该是厂商给设置的一个坑 让人不理智 真正理智理性的玩家应该是这样的 他自己知道这块响卡的性能 他会设置好对应的分辨率 关掉不需要的特效 让帧率更稳定 牺牲一些画面效果 但是如果这么做了 会让人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 我都买到这块响卡了 它明明可以支持那么高的特效 那为什么不能开呢 总有些心不甘 但是如果你真的开了 开了光追了 帧率会大幅度下降 让玩家在玩的时候心里更难受 所以说从这点来看 买个PS5是对的 你想折腾都折腾不了 想调都调不了 只能安安心心稳稳的玩游戏